你好 欢迎收看2月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109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4号举行 县长学中尉出席也逐一颁发各项学校及有奖项 会议是由光华国小剧团表演版独宣导短剧揭开序幕 也宣导勇敢珍惜生命拒绝毒品诱惑 花联县109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4号上午在以昌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现在许中尉表示 感谢校长以及教育伙伴们 在去年度全民运动会投入大量的心力以及武士的奉献 让全国看见精彩全民运幸福化凌晨 校长们在教育领域里面也持续不断的学习精进 让孩子们有更为宽阔的学习方式 为孩子们定下非常良好的基础 这是一个活的我们的教育现场 就是跟我们整个生活环境来结合 孩子的改分 孩子的同力 在课本里并不一定能够让孩子学习到 但是真真正正正学习到的是 让他能够实作 让他能够实作 以及让他能知道 了解 谁知盘中森 力敌皆辛苦 那整个过程一起他头目去参与 那才能让他深深刻刻了解 每一天的一餐一饭的知识意 而这更是需要时间去酝酿 知之不如耗之 耗之不如乐之 这是孔子教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在品德教育里面 要在古圣心弦上的智慧 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来学习 其实数千年这些的教育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启发孩子 不如启发他对外事的好奇心 而引发他的好奇心 他会主动进行的去学习 教育处代理处长劳中 也亲率各科市主管 及所有校长共同进行研讨对谈 请免校长们带领教师 共同奠定学校发展计划 对课程以及教学进行应变 调整与创新聚焦在学生学习 落实12年国教 成就没有孩子的目标 持续透过反思进步 创新思维 迎接共识 共同为教育益助期望 营造友善校园 为华林教育课程 开创美好的新境界 记得终于介绍到